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要分享如何使用家用烤箱 可以烤出跟外面卖的这种炭烤蜜地瓜 一样的效果 不需要扎动 也不需要用刀子去划几刀 一样可以烤熟 而且带有很浓郁的焦糖香气的蜜地瓜 首先我们选择的这个地瓜 我建议你选择瘦长型的 不要选择圆或是很大颗的这种 那种的甜度一般没有我们 其实这种比较看不起眼 这种瘦瘦长长的甜度高 所以记得在选用的时候 你尽量选择这种长寿型的 口感跟甜度是最好的 再来你要确认你的地瓜 是放在这种有网架的一个状态去烘烤 不要放单独的烤盘 或是用吸波纸烘焙纸把它包起来 我今天是用230度的温度 烘烤一个小时又10分钟 如果你家里的温度是可以设定250度的 建议你用250度 直接烤60分钟 然后好了之后你看一下 我会用夹子去敲它 你可以感觉到那种空心的感觉 这种状态就好了 如果说你只是用牙签去搓它 觉得搓得动 但是你抄它没有这种空心的感觉 就要让它再多烤一下 不然你就烤不出来这种效果 我剥开一个给你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剥开之后 这个皮是不是它很自然的 就已经跟这个果肉做成一个区隔 它很自然的就分开了 然后周围就是一层这种焦糖的颜色 这种口感吃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嚼劲黏牙的 这个就是跟外面炭烤一样的效果 很多人还会想说 我是不是先蒸熟了再去烤 这样子的话你就做不出来了 所以记得就是照原本的方式 直接整个生的状态下去烤 高温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烤出这个效果 如果你做大量的吃不完 等到它完全降温之后 不会有任何的水汽 放到密封袋之后把它冷冻 冷冻之后呢 你要吃之前把它取出来室温 大概五到十分钟之后 你就可以吃到像现在这样的口感 不要去想象它会很硬 其实它咬起来就是一种很特殊的口感 像在吃冰棒冰的甜点 但是它那种浓郁的口感 又很像在吃我们小时候 然后再吃的那种蜜糖地瓜 然后再吃的那种蜜糖地瓜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去做这种糖浆 然后把热量变高 我完全就是没有用到任何的一个附加的一个糖浆 去浸泡或者去裹在它的表面 就是很单纯的烤完之后 把它冷冻之后 你吃起来的这个口感就很像在吃蜜糖地瓜那种 很有嚼劲 但是又很绵密 然后甜度也不会太腻的这种口感 所以真的可以试试看 今天这个简单的烤地瓜的一个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有任何操作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